好 现在我们很快地来看一下 我们介绍质量 一个物体有质量 什么叫质量呢 它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说当一个物体受力的时候 受力F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加速度 那么力跟加速度的比值 就是力增大 加速度也增大 力减小 加速度也变小 但是这两个的比值呢 始终保持一定 那这个定值就是这个物体 它的质量 那么我们用M代表这个质量 单位我们是用公斤 kilometer 好 现在介绍牛顿第三定律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物体 A物体跟B物体 如果A物体失于B物体的力 是FAB的话 方向朝这里 那么同时B物体也会对A物体失力 它失力的方向呢 跟FAB相反 就是说 它们彼此会有一个互相的作用力 这个力的方向是相反 那么这一对的力 我们称它叫做 作用力 叫做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这个叫一对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你不管哪一个叫作用力 比如说这个叫作用力 那这个呢 它就是反作用力 因此一对作用力 它就是Action Reaction Pair 是一对作用力 我放大 好 现在我们看质量 这已经讲过了 好 现在我们看 看这个立体 这是一个 这是地球 在地球上摆一个大桌子 我们称这个桌子呢 叫做A物体 地球我们就用E来表示 Earth 是E物体 那B物体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B物体啊 它受地球的吸引力 往下吸引它 于是这个力就是称为WB 就是B物体的重力 这个重力它反作用力是什么呢 作用力的反作用力啊 这个作用力 它是地球吸引它 那反过来呢 就是这个就是B物体 吸引A物体 吸引E物体 因此WB我们 我们称为 它是E物体 对B物体的作用力 那么 它的反作用力呢 这个力的反作用力呢 就是FBE 就是B物体 对E物体的吸引力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这张桌子是A物体 那B物体摆在A物体上面呢 它有一个重力 施于这个桌面 那桌面同时就有一个反作用力 这个是B物体 施于A物体的重力 好 那么 桌面呢 就会有一个反作用力 向上 OK 那这一对力啊 我们也称它叫做 作用力 与 反作用力 但是一定要认清楚啊 很多同学 会把这个 地球吸引B 叫做重力 那什么 那重力的反作用力 是哪一个呢 会有一部分的同学 他说 就是桌子给它 上顶的力 把这个力当作是 它的反作用力 其实不是 重力的作用力 是这个 那么 这个力是 重力给桌面的力 那这个才是桌面 给B物体的力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一对 这个图 这是一个物体 我们用手 拉这个绳子 绳子就系在这个物体上面 我们拉 手拉绳子呢 是这个力 叫做FHS H就代表hand 这个S 我们就称它叫string 那反过来啊 绳子就拉手 那它就是FSH 那这个力呢 我们应该是画在这里了 但是因为 画在这里 就不太容易看出来 所以我们把它 画开一点 这一对叫做 作用力 反作用力 那么再看这一端呢 绳子拉物体 是这个力 B就代表body FSB 那么物体 也会拉绳子 FBS 这一对也是 作用力 反作用力 我们也是把它画 分开 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好 那么 这个力 跟这个力 相不相等呢 手拉绳子的力 跟绳子拉物体的力 相不相等呢 那有条件的 那我们就看这个条件 假定这个是绳子 这条绳子 那这个力啊 是手拉绳子的力 这属于它的一个外力 那物体拉绳子 也是这个绳子 这一端的一个外力 OK 这个不是绳子的外力哦 这是绳子 给别人的力哦 好 那么根据这两个力 这个物体 受这两个力的作用 那么我们先把 牛顿第二定律啊 拿出来看一下 牛顿第二定律 物体的外力的合力 就是这两个力之合 就是合力 比上加速度 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质量 等于质量 OK 好 那么 我们假定 这个绳子 如果没有质量的话 就是说 假如这个质量 等于零的话呢 好 那这个分数 就等于零了 分数等于零 就表示这个 FHS加上FBS要等于零 那于是就有 这个力是等于 这个力的质值 就是它们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好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力跟这个力 就是这两个力 它是一对的什么 作用力反作用力 所以它的力 这个力跟这个方向相反 大小相等 那也就是说 这个力啊 就等于这个力 你看把这个带进去 把这个FB带进去 负责证 那就是说 我们手拉这一端的话呢 那这个力会传到这里来 这什么条件之下 会传过来呢 就是当这个绳子的质量 等于零的时候 才传 如果质量不是零 那这两个加起来 会不会是零啊 不是零了 对不对 那它们就不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以后要记得 没有质量的绳子 会把它一端一端 你拉这一端的力 这个没有质量的绳子 会把这个力啊 传到这一边来 这个力 比如说我们画的这个力 我们称它叫做tension 张力 就是说你把绳子拉直了 绳子好像张开一样 张力 这个会传到这一边来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以后 我们就直接用它 所以无质量的绳绳 能将施于它一端的拉力 传递到另外一端 现在我们讲平衡 我们今天 平衡对各位很重要 这个里头有几个要领呢 我们一定要学 整个力学都是用这个要领 各位要注意 平衡 有就一个物体的运动 它有两种形式 这个物体 如果它 移到这边来 如果相对应的点 它的轨迹 都是平行的话 不一定要是直线 曲线也可以 这个曲线 这个也曲线 但是是平行的话 那我们就称这个物体 是做平移的运动 那另外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物体 它的直行在这里 结果它直行不动 那这个物体的本身 好像旋转到这边来 那么这个叫做转动 那么我们知道有两种形式了 现在我们就看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我们看大自然 看大自然 我们会发现 它有一个事实 就是如果这个物体 受单一的力的话呢 它的运动状况 一定会改变 运动状况 运动状况就是说 它是静止的 还是在 以某一种速度在运动 如果是 静止的 后来变成要动了 那这个就叫做 运动状况的改变 它本来在运动的 那它越来越快 越来越慢 也叫做运动状况改变 或者这个物体运动的速度 它的方向改变 那我们也称它 叫做运动状况的改变 像这个 你最后在这里 经过直心 它的line of action 经过直心 那这个物体 只做平移的运动 如果利于作用在这里 我们可以发现呢 这个物体直心会移动 这个同时 这个物体会转动 如果作用在这里的话呢 直心在动 这个物体的转动 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物体 必然会 会改变它的运动状况 如果它只受 单单只受 一个力的作用的话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 如果这个物体受力的时候啊 它的受坏力的时候 不管它几个力 它的运动状态不改变 当然一个力是 它是运动状况 一个改变 一定改变 那两个力以上的时候 受坏力 运动状态不变的话 那我们称这个物体 叫做平衡状态 平衡状态分成两种 一个叫做移动平衡 移动平衡 就是说仅仅是物体 移动运动的状态不改变 就是说它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的直心在移动 移动 移动呢 就是说原来静止 直心也静止 原来是运动的 直心就以那种速度 等速直线运动 是直心哦 这叫做移动平衡 不过其他的地方 就是说除了直心之外 其他的地方不一定 其他地方可能会旋转 就说其他的部位 它的轨迹不是一个线 而是一个会转动的话 转动的轨迹的话 那这个物体就是转动不平衡 但是移动是平衡 第二种叫做转动平衡 那么就是说 它转动的时候 原来不转动 它就保持不转动 原来在转动 它转动的越快 或者转动越来越慢 这个也叫做状态 这个也叫做转动的不平衡 如果说它转动的 原来不转动 它就保持不转动 原来顺时针方向转动 它还是顺时针方向转动 速度转的一样快 那么这个物体呢 我们称它叫做转动平衡 可是它的直心呢 不见得 直心可能会移动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说这个物体只有转动平衡 它的移动不平衡 如果这两个都平衡的话 就是说它移动也平衡 转动运动状态也平衡 就是这两种运动状态 都不改变的话 那我们就称它叫做完全平衡 我们处理平衡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有这几种方法 有这几种规则 我们要注意 两个历史物体平衡的条件 三个历史物体平衡条件 平衡第一条件 平衡第二条件 还有利偶的平衡条件 以下我们就介绍这个 这几个条件 首先我们看 如果有两个历史一个物体平衡的话 我们发现这两个历啊 大小要相等 方向要相反 而且要有相同的作用线 它才会保持物体的平衡 才会是物体平衡 如果这两个历啊 大小不一样 这个历比这个大 那这个物体会往这边移 F2比F1大 它会往这边移 如果这两个作用线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再上面一点 这个再下面一点 这个物体会转动 对不对 就不平衡了 好 那么这个 这种状况呢 是两个历平衡的条件 就是这个 这句话要记起来 我们用数学式子来表示 你可以用这个表示 这个就是两个历 F1 F2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而且有相同的作用线 你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解 因为这两个历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它加起来就是零 对不对 那就表示这个历啊 两个历是物体平衡的话 如果两个历的合历等于零 而这两个历的作用线相同的话 这个物体也是平衡 好 现在我们看三个历 这三个历 F1 F2 F3 使这个物体平衡 假如这三个历使物体平衡的话 那我们看这三个历有什么条件呢 我们先把这两个历 F2 F3 这个历顺着它的作用线移到这里来 这个历顺着作用线移到这里来 历可以圆着作用线移动 效果是一样 但是你如果作用线改变的话 那效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不能够乱移一个历 你看这两个历加起来可以等于这个历 就是说F2 F3就代表F2跟F3的合力 如果这个代表这两个历的话 那我们就不看这两个历了 那现在这个物体只受F1跟F2 F3 这两个历 这两个历如果使物体平衡 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这两个历有什么条件呢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有相同的作用线 对不对 就是这个历跟这个历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有相同的作用线 而这个历 又是这两个历的合历 因为合相量 两个历的合相量 跟这个两个历 它们可以化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 因此这三个历一定是共平面 共平面 那么因为它的效果一样 这个效果跟这两个的合的效果一样 所以它们一定共这个点 好 那么因此我们说 这两个是共点 那因此这三个历也是共点 而且这三个历是共平面 这个要记起来 三个历是物体平衡的条件 就是这三个历加起来要等于零 三个历共平面 而且是共点 以后我们会做一个题目 你会看到你如果不考虑这个的话 没办法做 不考虑它是共点 没办法做 好 我们现在看 如果一个物体 在多个历作用之下平衡的时候 那这多个历 这合历必为零 就是我们前面的历梯告诉我们 前面的历子告诉我们 两个历平衡 F1加F2等于零 三个历使物体平衡 F1加F2加F3也要平衡 加起来等于零 那么多个历的话呢 那我们就知道 如果在平衡状态 它受好多个历 这是好多个历 这好多个历的向量和 必等于零 这是条件是这样 已经在平衡状况 这个合力一定是零 OK 相反的 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物体所受的合力 等于零的话 这个物体有没有必要 一定是完全平衡呢 没有必要 如果它不共点 不共点 那这个物体会旋转 只能够这么说 这个物体如果受多个历 而平衡的话 那这多个历的向量和 一定等于零 那反过来 如果一个物体受好多历 这好多历的合力等于零 但是这个物体 不见得是完全平衡 所以那这个就是平衡条件 单单有这个 就是平衡的第一条件 平衡的第一条件 你要知道 这个物体是平衡状态 第一条件 物体如果在平衡的时候 那它的外力 是合力一定等于零 那么这个力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因为这个力一定是共面了 最后大家可以化成三个力了 如果它是平衡的话 因为它已经平衡了 因为我们是假定 它已经是平衡了 所以说 这个力的X分量 这些力X分量是合等于零 Y分量是合也等于零 这个式子 或者是这个式子 我们称它叫做平衡的第一条件 就是说 物体如果在平衡状态 可以有这个式子 但是有了这个式子 或者这个式子的话 这个物体不见得平衡 物体的平衡 第一条件就是这个 我们又称为直点的平衡条件 为什么叫直点的平衡条件呢 什么叫直点呢 就是说它只有位置 而没有空间 就没有体积 你知道它在哪里 但是你不晓得它有多大 既然没有体积的话呢 只有一个点 那这些力一定共点 对不对 一定是共点 因为它是共面 那又共点 所以又有这个条件 那它就是 就是说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平衡条件 这个就够了 因为它不会转动 不会转动 那实际上我们 常常讲的牛顿第一定律 就是物体平衡的第一条件 或者是直点的平衡条件 就是我们说一个直点 不受外力的时候啊 静者横静 动者呢 就以等速 做等速直线运动 那这个只限于直点了 如果你多个力的话 那这个物体还会转动 那就不算了 所以这个第一 牛顿第一条件 只是直点的平衡条件 我们再介绍一个摩擦力 我们就可以来做题目 给各位看 两个物体互相接触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物体 跟地面互相接触 在它接触面的这个地方啊 会有一种力 会有一种力 比如说这个物体 在接触面会有一个力 朝这个方向 因为这个物体受这个力呢 它会想往这边运动 因此摩擦力是跟它 想要运动的方向相反 这个叫做摩擦力 那么如果你要看地面 受摩擦力是多大呢 地面的受摩擦力 那你就看这个相对运动 地面相对于它 是做这个方向的运动 对不对 因此它的摩擦力 是朝这一边 摩擦力有以下的特性 这个我想你们高中都学过 我们就复习一下 一个物体受摩擦力的方向 与其运动的方向相反 摩擦力的大小呢 与正向力成正底 与接触面的面积大小无关 就是说这个力啊 摩擦力的大小啊 我们这里里头有好多这个力 小F 这是重力 这是拉力 这是normal force 我们叫正向力 只跟这个有关哦 只跟正向力有关 摩擦力与接触面的性质没有关系 与性质有关 与接触的面积没有关系 那就说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 如果穿了一双皮底的皮鞋 走在打蜡的地面上 那你要很小心 可能会滑倒 这个摩擦力很小 如果你是穿球鞋 在这个柏油路上面走路 那是稳得很 你可以快跑 都不会摔跤 好 现在我们看 一个物体 如果它不动的话 这是水平面 在这里 它现在水平方向都没有力哦 那它只受什么力 一个是地球邋遢的力 叫重力 然后呢 地面上顶的力 叫做normal force 只有这两个力 只有这两个力 那我们只知道 这两个力啊 因为这个物体平衡嘛 不动嘛 原来不动就不动嘛 原来是 原来是等速运动 也是等速运动 它不会说跳起来 因此这两个力的合力啊 一定等于零 那么n就等于-w 二力是物体平衡 这两个力一定经过几何中心 经过这个中心 我们当作这个物体是 一个均匀的物体 所以它的直心呢 就是几何中心 好 所以没有 在这个时候 你没有拉它的时候 它没有摩擦力 因为x方向的合力 等于零啊 没有拉力 也就没有摩擦力 因为你如果拉它的话 如果没有拉力 那只有这个f的力 那么f加上fs要等于零 因为你f是零嘛 没有力嘛 所以fs也是零 那么现在我用一点力 来拉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开始要运动了 开始要运动了 这个时候啊 假定它还没有动 只是开始要运动 那我们看它的合力 那我们看它的合力 这是x 这是没关系 这个是这个 这个我们 你加个x比较好 加个x比较好 所以x方向的合力 它是f 加上fs 等于零 因为它没有动嘛 我们假设它没有动嘛 好 这个时候呢 摩擦力啊 我这个是fs 这个s写露 fs就等于负x 就等于负f 因此摩擦力呢 就跟你资力的大小一样 它是方向相反 那当然 这个时候啊 这两个力啊 因为它没有上下跳动啊 合力等于零 n跟w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但是 但是 记住 这两个 力 现在是 错开一点 就是说它的作用线啊 会往右边移动一点 为什么会移动一点 等一等我们 底下我们再说明啊 一受力的话呢 这两个力就不在同一个 作用线上了 好 那现在我们 再加上 更大的力 更大的力 它还是没有动 这个时候啊 我们说 我们 我们现在就说 好 这个物体在平衡状态 它受几个力啊 一个力 两个力 三个力 四个力 它现在四个力 受四个力平衡 好 那我们就把这 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把这两个力啊 Fs跟N 求它的合力 就是P P 好 如果这是它的合力 那我们就不看这两个力了 它就变成 一个力 两个力 三个力 三个力 使物体平衡 我们刚刚讲过 它有什么条件 除了合力等于零之外 一定要什么 共平面 还要共点 对不对 要共点 好 如果 你的N 移过来一点 移过来一点 P是从这个 合力从这里开始 那这个P 有可能经过 这两个力的 共同 做力点 那就是经过这一点 如果你这个N 不移过来 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啊 N跟Fs的合力啊 就是在这里了 它永远不会啊 不会经过这一点 永远不会 这三个 这N跟S的 跟Fs的合力 也是构成三个力 但是这三个力 不会共点 三个力 不会共点 它就不是一个 平衡状态 所以说 这个用力 拉这个物体的话呢 这个N会移过来 移过来就是说 使得这两个合力 变成第三个力 这三个力 会共点 那我们现在 看这个图啊 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物体 受力的话呢 它总共有几个外力呢 受的 我们看这个物体 受的外力啊 我们要把外力这么分 首先看它的超距离 这个叫做 一个物体 跟地球 不接触 但是地球 对它还是有引力 这个叫超距离 超距离 我们先看超距离 超距离一定是作用在 它的直心 那我们现在把 目前我们只把物体 当作是均匀的物体 所以就作用在 它的几何中心 然后呢 它有拉 然后就考虑接触力 接触的地方 才有力哦 你看拉力 一定要接触它 对不对 摩擦力 摩擦力 也是接触面上面 Normal force 是地面 给这个物体的力 也是作用在这个 这个面上面 所以这三个 这四个力啊 你要画的时候啊 先考虑 超距离 然后考虑 接触力 你一个一个考虑 你就不会漏掉一个力 那这个力呢 如果它没有外力的话 没有外力的话 那它就不会有这个力 它只有这两个力 如果你用力拉它 力量比这个大 越拉越大 那这个N呢 越来越往这边移动 我们刚刚说过 就是它的 为了要使得这个合力 是这两个力的合力 经过这两个力的 共同着力点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介绍 静子的物体 它的摩擦力 我们称之后叫做 静摩擦力 叫static friction 用FS表示 S就是表示static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个我们从实验得出来的 摩擦力永远小于等于 μS乘N 这个常数啊 我们称它叫做 静摩擦系数 coefficient of static friction 那么这是小于等于 因此它的最大值啊 就是说FS最大最大 就漏到一个μS 这μSN 这漏到一个 μSN不是N啊 μSN 我写漏了一个 就是说这个 小于等于符号 我们把它改成等于 OK 以后你如果要写摩擦力的话 就是小于等于 如果是最大静摩擦 那就是等于μSN 这里有个μS 那这μS叫做静摩擦系数 它跟接触面有关 所以你是什么物体 跟什么物体接触 它的μS啊 就要看你是什么物体 而定 好 当物体所受的拉力 逐渐增加的时候啊 正向力作用线 正向力的作用线 会从几何中心 逐渐向右方移动 向这个受力的方向移动 像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 这里 现在我们就看 同样是这个物体 不过它现在呢 在运动状况 刚刚是静止的 现在在运动状况 在运动状况的话 那它的摩擦力就叫做 sliding friction 或者叫做kinetic friction 我们用FK来表示 它就是等于μK乘N 但是μK呢 要比μS来得小 μK称为动摩擦系数 也是跟接触面的性质有关 所以一个物体啊 它不动的时候 你拉它 这个力啊 如果一直拉 一直增大 它都没有动 这个力就越来越大 等它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一拉它就开始动了 之后呢 它的摩擦力啊 就变小了 原来摩擦力 跟这个相等啊 一动的时候 这摩擦力啊 就变成FK 就变小了 好 现在 这个要千万注意 千万注意 解平衡问题的步骤 在平衡系统中 选择一个关键物体 等等我们看什么 就是说 什么叫关键物体 就是说 你选择那个物体 这个问题就解决出来了 你选择这个物体不对 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到底什么是关键物体 那要 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 这个物体常常是什么呢 受力而处于平衡状态的物体 或者是某一个点 比如说三条绳子 交着同一点 那个点 然后啊 选择关键物体以后 你要把关键物体的外力 全部画出来 这个全部画出来 你可以找一个地方 把这个力画出来 这个叫做分离物体的力图 叫Free Body Diagram 我们右手 简单的就称它叫做力图 Force Diagram 就说汇出作用于关键物体上所有的外力 那由这些外力啊 我们因为它是平衡的物体啦 那我们就用平衡的第一条件来列式子 或者是用 如果两个力的话 我们可以用两个历史物体平衡的条件来列式子 如果是三个力的话 我们可以用三个历史物体平衡的条件来列式子 然后列完式子以后呢 我们就从这些方程式里面呢 解出 解出我们所不知道的力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力题 这个天花板 下面有两根绳子 绳子呢 跟天花板的交点 这个是A点 这个是B点 那这个Ceta2是这个角 Ceta3是这个角 OK 然后另外有一条绳子 这三条绳子交于这一点 交于O点 那这个物体的重量是W 如果 这个系统是在平衡状态 现在要求 这三条绳子 它的张力是什么 三条绳子的张力是什么 好 你拿到一个题目的时候啊 你要怎么做啊 要怎么做啊 首先你分析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啊 你看 他要求三个绳子的张力 那一定是力的问题了 那力的问题呢 我们就把它分成平衡 跟不平衡的问题 平衡跟不平衡 那现在他告诉你是平衡状态 因此我们就说啊 我要用力 而且是平衡的问题 那我们目前学过什么 两个历史物体平衡的条件 三个历史物体平衡的条件 或者是平衡的第一条件 学过这三样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准备用这三样 不管你用哪一个 你一定要把这个图重画一遍 因为这个图啊 比如说你考试的时候 它是在你的考卷上面 对不对 试题纸上面 你作答是答案纸啊 你不能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画什么东西 然后你数字就写在答案纸上 你照出去没有图啊 不行了 所以你一定要重画一次 重画一次 画好以后呢 那我们知道 要用平衡的条件啊 那要找关键物体 找关键物体 那我们首先找什么呢 像这种问题 你一找这里 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啊 这三个都不知道 而我们的平衡条件啊 Sigma Fx 等于零是一个方程式 Sigma Fy等于零 两个方程式 你只能解两个位置数 你不能解三个位置数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从这个平衡的 这个物体啊 来着手 所以我们就先选择 这个物体啊 首先选择悬吊物体 为关键物体 好 悬吊物体 就是这个 我们把这个画出来 这个关键物体 好 现在考虑它的外力啊 我刚刚说过 你先考虑什么力啊 超距力 对不对 超距力就是 地球作用在它身上 叫做它的重力 是作用在这个物体的 几何中心 我们目前都把它当作是 均匀 密度均匀分布的一个物体 好 这个物体W在这里 然后呢 它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就考虑接触力 现在只有什么东西 跟这个物体接触啊 那条绳子 对不对 那条绳子 绳子就拉这个物体 所以这个是绳子的张力 就是这两个力 我们可以用平衡第一条件 或者是两个力 是物体平衡的条件 列出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力是在什么方向 Y方向啊 所以SigmaFY 它等于T1' 减掉W T1' 我这里啊 这个应该都是要 要打一个箭头 因为这个图啊 一开始的图不是我画的 它这个项量啊 书上面呢 它是用这个 粗的 粗体字 所以它没有 没有箭头也是代表项量 那我们现在画出来的话 你们写的话 应该要箭头要写出来 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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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两个项量的大小 Y方向的分量 现在只有大小啊 Y方向 朝上是用正的 正的T1' 朝下是用负的 所以这两个虽然是项量 但是我们写它的大小 用正复号来表示它的方向 等于零 你列出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写的 T1' 等于W 就是说这个绳子 拉它的力呢 是等于W 物体拉绳子的张力 跟绳子拉物体的T1' 为一对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你看 这个是绳子拉物体 反过来呢 这物体拉绳子就是往下拉呀 那这一对呢 正好是作用力反作用力 所以我们从牛顿第三定律 就可以知道 这一对作用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所以T1 就等于T1' 因为大小相等嘛 所以T1的大小 等于T1'的大小 T1'的大小又等于W 所以我们就解除 这一条绳子的张力啊 是T1 好 解除这个来以后啊 还有T2T3还没解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就要选择选择选择内点 这个就是三个力 三个力焦点 好 这一点是平衡的 那它受三个力 一个是T1 一个是T2 一个是T3 这里画箭头 这个箭头没有显示出来 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 T1已经知道了 那T2T3是要求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 平衡的第一条件 SigmaFx 就说这三个力 在X方向的合力 SigmaFx 你这要写出来 那才知道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T2 在这个方向的合力 就是这个 它是正的 因为它指向正方向 然后T3 Cosin C3 是这个大小 因为它的方向 是指向左边 指向X的负方向 我们就用负的 这两个 因为这个力 没有X分量了 只有这两个才有了 加起来等于0 然后我们看 Y方向的合力 这三个力 在Y方向的分量 它在Y方向的分量 是T2 乘上SigmaF2 它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就是T3 乘上Sin Theta 3 就是跟这个大小一样 都是向上的 所以我们用正的 然后还有一个W 这个其实T1 就是等于W了 T1就是W了 它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是负的 这三个力 之合要等于0 然后我们 你有这两个方程式 两个位置数 一定可以解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解了 所以由这两个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解出来 解出F2 跟F3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图 这是墙壁 这是一个硬的一根棒子 但是质量不算 硬棒 它用一个角链 把它固定在这里 但是它会转 我们在这个上面 掉一个W重的东西 那么这个 这一段又用绳子 把它 绳子另外一段 又固定在墙上 所以这条绳子 被拉直了 变成这样子的 我们知道 这个角是Theta 2 这个角是Theta 1 它现在要求什么 求墙壁 施于这个支撑 这个叫支撑的力 跟细绳的张力 是指这个张力 这个细绳的张力 墙壁给这个支撑的力 还有细绳的张力 好 那你现在 要怎么解这个问题 你看支撑力 跟张力 它是力的问题 对不对 力的问题 我们就把它分成平衡 跟不平衡 我们现在是讲平衡 第五章就要讲不平衡了 平衡的话 那就是平衡的问题 平衡问题 怎么解呢 二历史物体平衡的条件 可以用 三历史物体平衡的条件 可以用 还有平衡的第一条件 你要用这个 这个方法的时候 你第一个 我们刚刚说过 要把关键物体找出来 现在找什么关键物体呢 你找墙壁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 那你找这个物体呢 那只能求出它这个张力 它有没有叫你求这个张力 然后我们经验告诉我们 要取这个支撑作为关键物体 取了以后啊 我们就画它的平衡的 画这三个力的力图 三个力的力图呢 我们把这个物体画出来 好 这个力 T1 T1其实就等于W了 因为W在这边拉它 绳子又没有质量 所以这个W这个力呢 就是它的张力 这边施力可以传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T1其实就是W 然后第二个就是绳子 这条绳子拉这个物体 它朝这个方向奔直啊 所以T2就是朝这里 好 那墙壁是于支撑的力啊 我们令它是P 这个要怎么画 你怎么知道这个P要圆这个地方 而不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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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它的作用线是 是哪一个方向的 好 那么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 我画出来啊 否则你不晓得要怎么画啊 好 那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呢 因为这是三个力 使物体平衡啊 三个力使物体平衡的话 这三个力有什么条件啊 除了合力等于零之外 它要共灭 还要什么 共点 对不对 这两个力已经共这一点了 所以你这里有个力 跟它这两个力平衡的话 一定要经过这一点 所以 这个力就是圆着这个支撑过来 作用线才会经过这一点啊 所以我们是这么画 因此你这个 你不晓得三个力使物体平衡的条件啊 你这一题你不会做 好 那么画出来了 是这样子 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物体啊 叫做 把它分离 这个力图把它分离 这一点移到这里来 它的力 一个是W 一个是T 一个是P 那这个角就是 这个角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是一个对顶角 T呢 张力 跟X轴夹角 这个就是Theta2 你把这个力图画出来 一定要画哦 画力图啊 是整个力学的 基本 基本的一个 功夫 你要会画这个力 你画的时候 你多画一个也错了 你少画一个也错了 就是你要画的 它有多少力 你就要画出多少力来 方向怎么也要对了 然后你解除题目来呢 才会是正确的 好 那么 把三个力 移到这个底下的坐标 然后我们就开始 列方程式 好 平衡第一条件 SigmaFx 你看到没有 把这个要写出来 它等于 就是X方向的合力 P Cos Theta1 是P在X方向的分量 那Tcos Theta2 是这个方向 大小是Tcos Theta2 因为它朝X的负方向 所以这用个负号 其实这整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向量式子 向量式子 因为它是一维的 这是X方向的 我们就用正负号来表示 所以你列出一个式子了 再来我们SigmaFy 这三个力 Y方向的合力 P Y方向的合力 就是P乘3 Theta 朝上 所以是正 这个分离 它是T Sin Theta2 朝上 所以也是正 还有第三个是W 它朝下 所以是负的 等于0 好 列出这个两个式子以后呢 因为 我们现在 只有两个 位置数 一个是P 一个T 两个方程式就可以解了 因此我们就解这个连立方程式 我们就得这个P跟T 好 再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斜面 斜面 那么斜面上面有一个物体A 这个有一个物体B 这个斜面没有摩擦 没有摩擦 这是一条软绳子 经过一个没有质量 也没有摩擦的一个滑轮 滑轮 好 他说 悬掉这个东西 B物体啊 它的重量是W1 好 A物体的重量呢 A物体的重量是 这是 B物体是W2 A物体是W1 这个系统如果处于平衡状态的话 要问你 W2的值 是多少 你已经知道这是W1了 这个已值哦 那W2要多少 它才会保持平衡 如果它太重了 会往下掉 整个系统会往这边移动 如果它太小了 会往这边移动 要多大 它才会留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选择关键物体了 关键物体不止一个 我们刚刚上一题也说 就有一个例子 关键物体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 A物体跟B物体 这两个都要选 A物体的话呢 我们现在要画它的外力 你先看 外力 第一个要考虑什么力啊 超距力 对不对 超距力就是它的重力 经过它的几何中心 再来就是接触力 再来就是接触力 什么东西跟这个物体接触啊 什么东西啊 绳子跟它接触啊 绳子接触就有一个什么 T啊 张力啊 还有呢 斜面跟它接触 所以斜面会给它一个正向力 Normal force N 就这三个力 画出来了 好 这个物体 考虑它的超距力 W2 然后接触力只有一个绳子 就是T 因为这个绳子是同一条啊 同一条 而且这个滑轮又没有质量 因此呢 这个T 就是这个T OK 好 也就是说 我B物体拉它的力 拉这个A物体的力是T 那A物体拉B物体的力也是T 好 把这两个都画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啊 考虑 这个图 考虑A物体 考虑A物体哦 SigmaF Fx 等于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我们有画坐标啊 当时这个是X轴 那它就是T 那Y呢 因为跟X垂直 所以它没有N 但是W会有 W 在这个方向的分力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W 往Sin Theta 方向是负的 因为它是往下的 OK 你可以把这个延长嘛 延长嘛 或者把这个延长嘛 那这个脚啊 那这个脚啊 其实就是Theta脚了 Theta脚 所以朝这个方向的力呢 是W1 Sin Theta 等于0 好 再来 Y方向 N是Y方向 然后W1 它有这个方向的分力 这个是Theta的话 那就是W1 Cosin Theta 那么这个是 朝Y的负方向 所以用负的 我们得到这两个方程式 好 再来我们就看这个 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只有两个力了 所以它就SigmaFY 是T朝上的 减到W2 朝下的 那我们 把这三个 连力方程式 解出来 我们可以得到T 等于W2 T 等于W2 等于W1 Sin Theta 这个张力 张力正好跟这个 W2一样 因为从这里 可以得到T 等于W2 然后N呢 你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可以得N 等于W1 Cosin Theta 这个怎么解 我就不必 不必去讲它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一个重为20牛吨的物体 这20牛吨呢 它静止在水平 平面上面 我们现在用一个水平的拉力 这是水平的拉力 F 当这个力 从0开始慢慢的增加 2牛吨 3牛吨 4牛吨 5牛吨 它都不动 到它变成8牛吨的时候 这个物体要开始移动了 但它已经移动以后 你只要4牛吨的拉力 便可使物体维持等速运动 要问这个接触面的静摩擦 它与动摩擦系数 各为若干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分呢 要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我说过 你分析问题 大多都是从 它问你的问题里面 来看 它要求静摩擦 与动摩擦 静摩擦系数 跟动摩擦系数 那我们就想 静摩擦系数的定义是什么 静摩擦系数的定义 跟动摩擦系数的定义是什么 静摩擦 我们看 它要动的时候 它要动的时候 最大的力是8牛吨 所以它的 maxima static friction force 就是 Mu s n Mu s n 就是这个 这快要动了 快要动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 Mu s 要等于 F s maxima over n 好 原来我们要解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力 最大的静摩擦力是多少 Normal force是多少 那这就知道 我们要解什么 要解力的问题 力的问题又可以分成平衡问题跟不平衡问题 那这个 它静止也是平衡问题 它做等速运动也是平衡问题 所以就是平衡问题 平衡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用平衡问题 平衡的第一条件来列方程式 第一个 这已经开始动的时候啊 F 朝这个方向 减掉 F S Maxima 我这个画得不够好 因为这两个不一样大 其实应该一样大 等于零 这是Sigma Fx Sigma Fy 所以N朝上是正的 W 朝下是负的 等于 那你就可以解得 这个F SMaxima 等于F F呢就是八牛顿的时候 开始要动 N呢等于W W是二十牛顿 对不对 所以 N就解出来 然后我们就把 这个 跟这个狮子 带到这个里头来 我们就得到MuS 我们就领备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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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